胡歌薛佳宁在报秘密领证 粉丝骂他渣女又拉前任操作 一夜之间 朋友圈 微博又开始流传胡歌薛佳宁秘密撤证的消息 围观群众表示怀疑 作为娱乐圈知名小子 就胡歌那妈 能让薛佳宁进门 有人觉得胡歌配不上薛佳宁 破镜成员的戏码 群众喜闻乐见 粉丝气得跳脚 骂薛佳宁是渣女 既然在胡歌事业低谷期 决然丰手 现在又有什么好复合的 还讽刺薛佳宁吃香难看 动不动就拉着情人刷存在感 有路人冷静指出 无聊看客总喜欢破镜重圆的烂俗戏码 让分手十几年的 让再度不和不业于道德绑架 分手十几年的情侣有可能复合吗 当然有 王菲谢霆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胡歌薛佳宁这一对却有些玄妙 胡歌在访谈节目中提到薛佳宁就落泪 胡歌揭秘七日恋情后 两人曾公开表示最难忘当年那一段情 金星赃格空喊话 妄图撮合这对七日爱旅 但媒体追问两人还有没有可能复合时 双方均否定了这个念头 撑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虽然当事人多番否认不合传闻 但两人结婚的爆料依然层出不穷 去年十月份就有人爆料他们早已在美国秘密领证 胡歌经纪人回应此虚无有 薛佳宁帮工作人员表示都是网友胡编乱造 胡歌薛佳宁秘密扯证这件事就和杨幂刘凯威离婚一样 爆料的人多如牛毛 但没一个拿得出实锤 无图无真相 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 喜欢的朋友关注订阅 谢谢观看